清明扫墓是盛中追远的日子 许多亲友安排回乡祭祖 但乡亲可要注意墓园开放的时间 清风乡的安息园与纳固塔只开放4月1号到4月5号 而泰玛里乡的三河殡葬园区 则是从即日起开放到4月5号 清明节即将到来 许多亲友会安排回乡祭祖盛中追远 但乡亲可要注意墓园的开放时间 在清风乡加兰安息园及新兴纳固塔 只有开放4月1日至4月5日5天 从早上8点至中午10点 中午10点半至下午4点半 两个时段开放民众入园内祭拜 若有民众在非开放时段需安排祭祖 则可先电话联系殡葬设施管理员 即可提前协助乡亲开门 而清风乡公所则提醒乡亲 因疫情并未完全平息 加上园内属于密闭空间 请民众要保持适当距离 并戴上口罩 保护自身健康安全 而在泰玛里乡三河殡葬园区 则是从即日起开放至4月5日 时间从早上8点半至下午4点半至 另外为了保护环境 泰玛里乡公所更推出 清明祭祀纸钱集中代烧计划 现场祭祀的民众 只要将纸钱交给公所同人集中 即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击败祖先之余 不影响空气品质 也避免发生火灾 泰玛里乡公所鼓励乡亲 一同做环保 这总结 整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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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